大家好,我是Phoebe 这两年很流行橘色与红色系的眼影 因为颜色很高调 所以我们在使用上也要非常的小心哦 我来告诉大家三个 关于橘色与红色系眼影 在使用上的错误与正确方式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很多人对化妆有一个迷思 觉得看得到颜色就是有化妆 橘色系眼影虽然适合东方人 但画的范围不可以过大 眼皮浮肿的人更要避免超出双眼皮线太多 那没有睫毛跟眼线来辅助 反而会让眼睛看起来更浮肿 所以眼线也要制造建成 我们可以用红色的眼线笔 画在外眼线的位置 再用黑色的眼线液涂满内眼线 这样就可以解决泡泡眼的问题咯 再用了那个眼线笔 常见的错误问题 还有颜色涂抹不均匀 一整片贴在眼皮上 像被皱过之后 再贴一个火焙绷在眼上的感觉 拜托千万不要这么做 眼影一定要晕出渐层感 才能制造出深邃的眼神 用眼影刷慢慢的从眼线位置叠加 不要一下子就画在眼皮上 才不会像刚刚讲的那样子的效果 那么眼影的质地要以粉质为主 画完后想增加立体度 可以加同色系的光泽眼影 在眼睛的中央还有眼头的位置 千万不要直接将橘红色系的珠光眼影 当主射打全部的眼皮 那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可怕 害怕橘红色调太显眼不敢用 那可以先从眼尾开始入门 但是要画就要大胆的画出来 如果只想画眼尾也要顾及到其他地方 和前后眼影的比例 千万不要只点一点 在眼尾就不管它了 画出漂亮的前后间层 眼尾的橘色大概是占三分之一的比例 还要超出眼线往后拉长 这样才能放大眼睛 最重要的是眼尾不是只有一个橘色 在接近眼线的位置可以用九红色 来放大与加强眼睛的深邃感 因为眼影不中 可以画一个漂亮的眼线 来加强眼神的魅力 但如果觉得太夸张的朋友们 可以只要把后眼线拉长就好 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明明装很淡 但却一直被说你装好浓哦 你装很厚耶 不管怎么画都有种庸之属粉的廉价感 那问题其实就出现在色调的协调上 不同色调相逢的状况下 会让每个颜色变得更明显 漂亮且高级的妆感色调要有一致性 你和明星们其实只差了一步 打造高级妆容的小秘密 就在色调的统一上面 好咯 以上就是橘色红色系眼影 常见的错误与正确小技巧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 最终开启你的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